2月22日据韩媒报道 由客家燕、许光汉、施博与竹印的电视剧《想见你》将拍韩版 并正式投入制作 据悉 为了确保《想见你》的翻拍版权 韩国电视台和电视剧制作公司们 为版权签约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最终正式确定制作《想见你》 据了解 该剧以《寻人》为起点 讲述了穿越1998年和2019年的男女 找寻彼此的动人爱情故事 该剧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台湾播出 2020年8月26日 《想见你》入围第55届电视金钟奖 获六项提名